我像只鱼儿在你的河堂 只为和你守候那焦白的光 初吻不知曲中意 再听也是唐中鱼 大家好,我是小琼 最近我看到一份2020团体热度排行榜 万万没想到 在一群鲜肉组合中间 竟然发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老前辈凤凰传奇 原本以为他们是广成五大妈的心中偶像 没想到竟然也是年轻人心里的神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凤凰传奇 究竟有什么魔力吧 15年前有电工增益和贵姐灵花 这两个草根歌手组成的凤凰传奇 在选秀节目星光大道 凭借这首《月亮之上》 那是一鸣惊人 原地爆红 灵花充满张力的嗓音 瞬间就把全国人民都洗脑了 这首歌光彩灵下载 就高达7900万次 只要前奏一响 满大街的人全都得摸兜 随后的凤凰传奇 就开启了开户20的发展之路 不仅参加过六次春晚 新歌更是出一首货一首 甚至还去韩国砸场子 在中韩歌会的舞台上 一首节奏感满满的自由自在 直接引发全场尖叫 要说风狂传奇 真的是个传奇 上到60后老奶奶 下到00后小妹妹 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要说凤凰传奇众多经典中 最后的一首歌 那肯定是这首《最炫民族风》 随着广场舞的兴起 这首歌也跟着大妈们的舞步 逐渐直发了全国各地的广场 也因为歌曲太接地气 人们开始寻嘲凤凰传奇土 说他们的音乐是农业中金属 就连增衣本人都自嘲 歌土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猜几个城 但是咱们摸着良心说话 嘴上说人家土 但那时候谁的MP3里 没有一两首风狂传奇的歌 我要做总结 在中国就没有人能用 平常的预调念出 苍茫的天涯 我地哀 这首歌的火爆程度 也可见一斑了 不过无论网友对凤凰传奇的评价如何 不得不承认 他们出道至今15年间 那是人气不减 前阵子的跨年 他们还和宝石老舅合唱了一首《山河图》 增益更是结结实实地展示了一把唱功 超大的那歌词 说的那叫一个6 只是Rap水平 即使在老舅面前也丝毫不逊色 再搭配上零花嘹亮的嗓音 现场简直燃爆了好吗 不让网友看完都感慨 成名许久的他们 竟然还在寻求突破 这才是实力歌手啊 凤凰传奇组为中国风组合 他们将民族流行相结合的唱歌方式 也是影响了一代人 他们的歌人虽然更大众化 但吸引品下来还是非常有韵味的 并没有被时间淘汰 这就是他们的厉害之处吧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